派克全国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作业高雄市各区公所同步挂牌成立普查所 男子区公所因为上一次普查作业时获得同级普查所全国特优殊荣 因此在接牌仪式上市府主济处的副处长就出席勉励了 期许普查作业顺利再创夹击 男子区公所顶着五年前工商普查全国特优的光环 五年之后跟全市各区公所同步挂牌成立高雄市工业及服务业普查所 不仅场面盛大 公所同仁更是热情迎接接牌那一刻 市府主济处副处长陈振斌出席接牌仪式 除了强调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作业 对于拟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也期许男子区公所延续优良传统 在这次的普查工作上再创佳击 每一次普查刚好是成绩都很好 上次是全国的特优 上一次男子是在这一区里面 这一级里面是全国特优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男子区公所的协助 男子的人口也一直在 产业人口都一直在增加 我们也希望说在改变的过程中 政府在制定政策能够对这一部分能够多所协助 最主要是男子区真的是成绩太好了 今年全国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作业将从6月1号到7月底展开实地访查 为了让民众放心 5月18号也开放网络申报 男子区公所在5年前的普查作业获得全国特优普查所的殊荣 面对这次普查除了对象增加之外 男子区公所也全力动员 就是多一点的新增的普查能够进来 才可以真实的去反映到我们整个男子区的工商业的一个发展状况 完成接牌后 主机处副处长男子区长一同骑着单车 带领公所同仁爱家爱户展开宣导 即使外头下起了毛毛雨 也要让普查对象清除普查作业的重要性 除了普查结果将作为经济政策重要参考依据之外 也期待延续5年前的荣耀 蝉联特优普查所的殊荣 110年工业及服务业普查男子 Go Go Go